感恩上帝 我们的慈爱永远长存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我们有对哪一些人 特别是我们自爱的亲人 说过非常感激的话呢 无论是 我们身为孩子的对父母的 或者是父母对孩子的 兄弟姐妹之间 自关重要的亲属 配偶 伴侣 或者是朋友等等 我相信当我们走进一些 比较服务性行业的商场 或者是餐厅 做买卖的 或者是输送的 那些的服务员 外送员 都会很客气的 对我们说 就是对顾客说声道谢 有一些顾客也会 很有礼貌式的回复 他们说谢谢 他们的服务等等 也曾经有一些的名人 或者是一些名句 有如此的说法 说道 父母一辈子都在等着 儿女的感谢 儿女的一生人 都在等着父母的道歉 其实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父母都在等着 孩子能够感激 感恩他们 抚养他们长大的 这一些的养育之恩 而孩子其实也在学习 等着父母 如果可以跟他们说一声 对不起 特别是在教养孩童 养育他们的方面 所犯错的方面 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所以不管是父母跟孩子 孩子跟父母 或者是所有人 自己关系的当中 一些的关系 事情 学习的方面 都是细细相关的 但是更为重要的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 因为阿爸天父先爱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向我们这一个 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宰和救赎主 来献上他对我们的爱 他对我们的感激 我们向他来表扬 甚至是赞扬 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作为 这个诗篇107篇 这首的诗 讲到了四种 他类型的 所要帮助的人 辅助的人 这些的忧伤者 上帝怎么拯救他们 拯救这些流浪者 拯救这些被囚者 拯救这些有病的人 拯救这些常经历风浪的人 所以如此看来 无论我们的灾难 或者是困难 有多厉害 神他都会用他全能的能力 来到帮助我们 扶持我们 而且上帝对那些忧伤的人 更加充满着慈爱 还有他的温柔 我们的父神上帝 他的慈爱 真的是存到永远的 是永远长存的 虽然我们真的是 用肉眼看不见他 但是在我们的热场生活 和生命当中 每个人生不同阶段的经历 我们的确 可以真实的经历到 他的信实 他的供应 他的慈爱与陪伴 特别是当我们 觉知信主过后 我们必定也能够 多少都经历到 神 他自己奇妙的作为 他奇妙的带领 他奇妙的计划 在我们整个人生的 这些的方向 还有道路 特别是跟他 与他同行的道路上 在这个11月份 感恩的季节里面 特别是当我们要接近 这个圣诞节12月的来临 让我们能够思考一下 回顾今年一整年 我们能够纪念与感激 爱我们的创造主 且意义的列下 主耶华 在今年2023年 所做在我们身上的 一切美事 因为他配得 我们一切的颂养 赞美和感恩 感恩上帝为我们 所安排的 所摆放在我们身边的 周遭的人事物 并且感激于感恩上帝 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 因为我们有一位 深爱我们的 助救主 耶稣基督 Amen 上帝赐福你 感谢观看